第一次的館室 都來照鳳梯家 就有網友來統計 說這五月 高雄人照睡眠照最多 因為月初的三桌子 鳳梯 高雄是照四天 高雄今天一天是五天 定義十月分才上班十七天 報告的網友說 真貪心 市長短期也說 無情 並無收到 企業界 有人好的願望 市長短期的網友 並將騎車 經過路口 求共方向線道 像我求共方槌等 停在頂部的機車 也求槌到檔桌西外 這是十個車 槌十七擠 當中高雄的三桌裡放胎 也讓高雄真歐天半個四天 甚至不夠一個月 高雲空落放胎下來 又放放胎下一天 就讓PTT網友報問說 代表高雄人十個分做二十二天 靠著放胎下只做十七擠 請讓人欣賞 放那麼多天就很幸福啊 開放下越多越好 都差不多吧 放人家會呱呱叫啦 放的話 有時候沒有來 它叫做賺到啦 那些企業 企業家 我們都一天沒有賺得花很多 沒有朋友感覺 放胎下沒有付薪水這樣不好 有高雄民眾認為對經濟帶來影響 市長也會昇 我們獨得了 我們就是要把我們的 準備工作做得好嘛 散播要從高雄來 就直接就登陸 然後造成那麼大的這個災損 我並沒有受到企業界的抱怨 洪太家也不想向民眾的看法 不一樣 不過面對洪太家來 只做好萬全的準備 這是最要緊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